深夜十分原本好端端的道路 突然發出兩大聲響 隨即露面整個塌陷 嚇壞附近民眾 天空這人啊 這你當時發現了耶 就是這 今天是在早上啊 看起來再去看 不用說了 真恐怖 再去來 你的人就連累了 那要多穿啊 好 飛棧樓的嗎 那有啦 古代拖拉夫咧 早上的時候 我看到工人在這邊 用怪手挖跟灌漿的時候 那個馬路的斷層怪怪的 地點就在宜蘭蘇東北路 十四號晚間十點多 當時這處飯店工地 疑似因為湧水掏空地點泥沙 造成道路塌陷 面積長達二十平方公尺 深度足足有兩公尺深 所幸當時沒人車通過 十五號一早施工單位急著補救 工程車進出 回田大洞 就為例的採取我們要緊緊緊線 做回田的動作 這個牽涉到這個公共安全嘛 應該要通報給主管機關 單位 公所是接到民眾的反應 我們才知道主管單位 要負起完全的責任 發生這麼大的公安意外 現場疑似沒有樹立警示標語 而坑洞雖然已經灌漿回田 不過道路上長長裂痕 仍然清晰可見 宜蘭縣府表示工地必須立即停工 直到安全無餘才能復工 有零損也要一併處理 讓附近住戶都能住得安全